我从两岁就开始学画画了 因为我们这代呢 就是说是80后独生子女的这代 我们父母那代是经历文化大革命 所以他们有很多梦想 然后基本上就是说 想让我们这代人能完成自己的梦想 学了好长时间的各种绘画 西洋画 中国画 然后建筑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学画画已经太长时间了 从两岁就开始学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学点新的 后来就学了摄影专业 从小就喜欢观察人 当然我拍的都是主要以人为主了 然后就是劝责的就是这个摄影专业 然后再开始了摄影 然后大概是在03年的时候 国内的这个摄影师也不把我当摄影师 就是艺术家也不把我当艺术家 我就属于一个特别中间的一个角色 后来就上的这个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呢 就是第一届有了摄影专业 我是第一届摄影专业 我的作品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Vision系列的那些 然后呢 其实做了很多的后期 因为我之前是学画画的 做平边设计的 后来我进入第二个阶段 就是进入了真正的时尚圈以后呢 然后我就拍了一些特别时尚 还有商业的东西 然后一直到现在 到了第三个阶段呢 我就渐渐明确了自己的一个创作的思路 就是中学为题 习学为用 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后期啊 还有前期拍摄的技术相结合 我呢比较特别的地方 区别于中国其他的这个 就是时尚摄影师吧 就是我是第一个就是拍这个 中国当代时上面貌的一个摄影师 然后是说我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 和时尚艺术结合在一起 然后以一种特别的信任的方式 然后把它以视觉地表达出来 因为视觉是没有不需要翻译的语言 我最新给Mac做的 Crossover的那个collection 爱与水系列 Water and Love 它们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自由度 而且呢是全世界发行的这样的一个限量的化妆品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说我表达了这个东方与西方 现在与未来地球与人 然后宇宙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能表达我的自我的这个哲学的理念 然后又能和时尚就是这种大众消费品结合在一起 最近给ID杂志拍的这个封面 就是最新的一个叫Youthful 然后呢就是我等于说 我这边自己做的这个编辑的工作有点像是 然后就是说我去选择这个主题 就是拍群体的力量 因为未来的力量就是改变世界的 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不是像以前那种英雄主义的这种 然后就是说而是集体的力量 所以我拍的都是群像 而且都是未来对人类有益的这种 比如说我拍的京剧啊 然后还有我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乐队 比如Rugby 里Hepop 然后还有那种民族乐队混合在一起 我让他们在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当中 然后达成有点像一个交响乐队的这样 一个世界的这样就是是有意义的 不光是就是说为了美 为了酷 为了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做到 我觉得怎么样是能把表面的这些东西和实际 表达这种意义的传播渠道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这种像什么动物环保啊 然后传统的哲学文化呀 还有这种就是说不是那么太时尚的以前的那些东西 应该反而用就是说现在物质文化所惯坏了人的这种眼睛 然后的这种习惯的这种方式 然后去包装去传播这些过去的这些东西 然后把它们变成酷的变成美的 然后呢让它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传播渠道 这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一部分的工作 我没有需要呢 我没有需要说 我能分秒的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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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